好 算成苏恒识相 那大王图国杖处理的陈国与郑国义和之事 既然苏恒这么识相 那老夫就勉为其难去跑一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可真是个世外桃源啊 大王就是偏心 让妖女住这么好的地方 她已然失宠 夫人何必与她计较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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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师庆功 国师能够辅佐本王 是孤与陈国百姓之姓 恭责大王 国师 本王敬你 众卿请坐 歌舞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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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成功了 什么成功了 大王派的队伍 偷袭郑国成功了 郑国已签订了 边界退让协议 老爷 没听说大王出兵啊 怎么会突然就让郑国签订了退让协议 老夫怎么知晓 远了苏衡 要老夫去跟郑国谈和 不过是 放了个拖延时间的烟幕弹 然后 他又去偷袭 眼下 我们刘水家族和郑国的关系 彻底破裂了 老夫也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在苏衡的眼里 我已经不再重压了 老爷 那大王会不会对我们刘氏 做些什么呀 他不是 还宴请了我们吗 不知道 老夫真的不知道 苏衡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这是免礼藏针啊 是不是想弹压你啊 不只如此 接下来 他还会下什么气 听说 大王把慕容夫人给抓回去了 什么 慕容安私掏出宫又被抓回来了 正是 那现在呢 听说夫人杀了大王 那他死了没有 没有 我知道 去吧 谢了 看来 我还得再下一份功夫 别过来 不用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听说你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来 吃点东西 听老宝说 你宁可在厨房做一个打杂的下工 也不愿意做姑娘 两天以前 你这样 我还没得到